本月13号我们报道了两名俄罗斯人 翻进上海中心工地并爬到顶楼去摄影的事件 上海中心回应称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可就在上周又有两名中国男子攀爬到了顶楼 视频曝光后上海中心已经对围墙开始加装防护栏 在这段名为中国90后攀登上海中心大厦的视频中 两名穿戴岩式的男子翻入工地后 通过楼梯爬上了楼顶 随后在吊机上摆造型拍照 并拍摄了上海夜景 随后两人躲在大楼通风馆中度过一夜 自日白天又拍摄了一组俯瞰画面返回 对于再度发生的攀爬事件 上海中心方面表示 该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核实 在未得到确认前不欲评论 不过记者今天在上海中心看到 工地的围墙处已有工人在加装防护铁杆 记者看到白天进出上海中心工地的人员都必须出示证件 不过对于有没有增加巡逻品次等措施工作人员拒绝回应 记者陈俊杰报道 嗯 啊